好那么继续来看到花莲县议会第十九届第四次的定期大会 那么三号这一天呢是进行县政总咨询 那么县议员黄霖兰针对新任的农发处长吴坤如提出了质疑 认为他南区农民种植的稻米发生了空包蛋 却不见农发处长来关心 花莲县议会定期大会三号是进行县政总咨询 县议黄霖兰并且向农发处长吴坤如进行质询 这对南区的农民们受到天然灾害的时候 农发处长并没有前往现场来协助农民如何申请来解决问题 这样如何照顾好南区的农民 这一次发生第二期倒作的一个空包蛋 空包蛋及我们的一个有飞尸的这种情况 那么农民呢一再的在申请 但是就是不见到没有看到我们 吴处长到我们南区去关心农民 那么在工作报告 他的农业处工作报告上 我跟吴处长有在意见交换的时候 有提出来请他多接地气 到南区去走走 既然他回答我是 他会去南区走走去看农地 我是要他去关心农民 然后请他陪农民去看农民 他们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当下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承诺 可以怎么样跟他们解决 因为历任的农业处长 他们都非常的一个接地气 问题一发生三天内一定会到现场去 但是处长南区到我们大区 没有看到处长的一个身影 所以因为上个礼拜 有到回去之后 就是有去部落走走 那么部落的法律看到 就是琳琳我 就告诉我 拉着我的手 流着泪告诉我 为什么他们发生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灾害 都没有看到现在的处长 去关心他们 问问他们 有什么灾害 有什么需要农业处来协助的 这个农牧用地 刚刚我已经问了处长 他答不出来 农牧用地可以栽种什么作物 他竟然答不出来 我当然知道不可以 种违法的东西 但是他既然是 他的公务人员 他处里面的人 在公文书上回答农民 名列很清楚的 他们自创法令 农业处水土保持科 科长做得非常大 他可以自创法令 说告诉农民 你农牧用地不可以种植生姜 真的把我们徐县长亮丽的宪政 成绩 往下拉 水土保持科 要好好地检讨 现任的黄云南表示 以前的农牧出场 龙龙龙都会不定时地下乡 来了解农民的心声 同时也会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来协助大家的问题 如果最基本的关系都没有做到 农民只会一直抱怨下去 最后的结果 农民就会前往县政府 来进行大型的抗议 记得绝望你黄思维大红